哈喽,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要来到了我们的DIY创意与灵感 在我们今天的视频当中呢,是要给我们的观众朋友 带来一个特别适合于我们春秋天的一个稍微稍微薄一点的小围巾 然后呢,我选择的这个呢,是一个非常具有春天的气息,是一个纳绿色 然后它整个的这个线不是特别的毛茸茸的 像我们冬天的围巾那样,又轻又薄绒绒 它会稍微的有点点的质感 然后质出来的话呢,它的这个花纹,还有它的纹路都会看得非常的清楚 里面呢,是80%的一个巨细,以及呢,是20%的这个羊毛 所以它就不会特别特别的闷热 那整个的话呢,勾制起来的话呢,我是用到的是9号勾针 大概就是这个勾针的直径呢,是一个9毫米 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整个的花纹呢,其实都是有一些非常简单的基础的花纹构制出来的 然后这个花纹呢,也是非常非常的经典 非常的适合在春秋天的时候穿一件毛泥大衣 然后呢,是再配上我们这个非常有质感的,有花纹的这样的一个小围巾 这样搭配起来的话呢,会非常非常的不错 但是如果是这种质量比较好的围巾的话呢,如果是在市场上去买的话呢,可能就是要价格比较高 而且它的这个质量的话,有的时候不是特别好,容易出现脱毛的状况 所以在这里呢,是非常推荐给大家,自己呢,是手工DIY 去勾制出自己喜欢的一个小围巾 我们呢,可以先从一个左边的左手拉线,右手来勾制 然后是先要给它勾制它的一个平针 平针呢,是我勾制了大概是18针,应该是18到20针左右就可以了 然后是勾制出我们整个围巾的一个宽度 如果你喜欢更宽的话呢,就可以把它再支的宽一些 现在呢,我们就是要再把它这个以两个短针的一个基础的基础上呢,去把它往回勾制 然后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勾制出它的一个小花 我们可以再把它呢,往前,往前去把它扎进去 然后两个短针往上 那我现在呢,是基本上都是按着这样的一个方法去把它织过来 在这个下面呢,我们又是要给它再织一个这个小的这个短针 每个短针往上走呢,都是走两个 现在呢,就是往前,然后往下扎,然后拉,然后拉线 然后每次拉线的话呢,我们的勾针上都是有两个线圈 每两个一拉 好了,我们第一排织好了之后,看起来就是像这个样子 然后它的这个小洞洞,每个小洞洞之间的话呢,都是有些距离 现在呢,是同样的步骤呢,是往上再织两个这个平针 然后我们要找的就是我们第一排的这个洞洞呢,是比较稀疏的地方 我们要把我们的接下来的这个勾针呢,是要重新给它插回去 现在呢,我们把它全部都拉回去 现在呢,我们把它全部都拉回去 现在呢,我们这整个的话,就已经可以看得出来大概它这个小的小花呢,基本上就已经是由这个形状出来了 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一排和第二排相互拼接在一起 就能把这个小花的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呢,慢慢的给它拼起来 我们在织的时候的话呢,一定要注意的就是它这个织的这个扎眼是扎在什么地方 我们每次织一个,然后就是下一个走针的话呢,可能大概就是要给它空出来一些 然后是以两个,把它比如说两个针呢,放在一块儿 这样的话呢,就会这个小花比较密一点 我们可以再把它呢,继续往上织 我们可以再把它呢,继续往上织 好了,那我们大概呢,是把它织完了之后 大概就是要织到你所喜欢的那个长度 然后呢,我们是最后的这一排,我们要把它全都给它剪掉 好了,那整个小花比较密封 我个的这个线团呢,我们大概就是用了两个线团 然后它的这个围巾的长度呢,是织出的大概是两米长左右 所以这个整个织出来的话呢,这个质感也是特别特别的好的 希望你能够喜欢啦 如果喜欢的话呢,不要忘了给我们一个大拇指向上的赞 如果是喜欢的话呢,也可以直接订阅我们的频道 这样的话呢,我们每天每周最先最初的视频 你就能够及时的收看到 然后有什么愿望都可以在视频的下方给我们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